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继续看第一单元的第三处考点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率 这处内容在2017年还考过我们的案例分析题 就是考我们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撤销权的行使 那么民事法律行为的效率可以分成四类 有生效的 我们也叫有效的 还有无效的可撤销的 以及效率待定 咱们在讲这个具体内容之前 咱们先通过一个小的事例来分析 你看说小王同学是十周岁的 那我们第一单讲过了 十周岁的话 它属于什么呢 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那我们看这个小王同学 他下面有四种行为 所对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效率类型是什么 第一个 说小王呢 在一百块钱到新华书店里面买一本什么的辅导书 说出生数学秘籍 首先 小王同学去花一百块钱 对十岁小孩而言的话 跟他的精神治理辨别能力是选适应的 钱不多一百块钱 对吧 第二个 到新华书店这买头书的话 这是一个合法的交易 第三个 小王呢 他确实爱学习 意思表示真实 所以这个小朋友呢 跟我们新华书店之间所签订的这样一份投书买卖协议的话 是有效的 他需要满足三个要紧 第一 行为能力方面呢 跟年龄智能力是相适应的 第二 意思表示方面呢 是真实的 第三 本身的交易行为呢 是合法的 所以 第一准情形是有效的 您再看第二个 说小王呢 在一百块钱出门 到某一家书店里面呢 去看书 当然这家书店呢 是黑店 老板心黑 凡是进书店来看书的人 必须临走之时 掏一百块钱买一本破书 那小王被迫没办法 才花了一百块钱 跟这个黑书店之间 形成这样一个投书买卖 那么这种情形 跟我们刚才去新华书店的买卖投书 它差异性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意思表示 是否真实 第一个是心甘情愿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老板干嘛 威胁我们 必须买 不买干嘛 拿菜刀 来威博我们 所以第二种情形里面 在我们的有效的要件方面 就存在了一个瑕疵 表现为意思表示不真实 被迫的 那么它是一个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可撤销三个字 你需要准确理解 所谓的可撤销是什么呢 小王回去之后 告诉他爹 王老七 如果他爹不服这个恶气 说你姓黑 我来自非洲 比你还黑 我根本不怕黑 他不服这个恶气呢 到法律上里面 请求撤销 那法律一旦做出了撤销 他儿子之前跟这个黑书店之间的投书买卖协议呢 此成立时便无效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形 小王告诉他爹 他爹王老七呢 就跟孩子说 人家是姓黑 咱扰不起 是不是 还躲不起吗 算了 忍气通声 那我告诉你啊 之前他儿子跟那个黑书店之间 所形成这样一个投书买卖关系 是有效的 所以可这个字 就强调 权利人在撤销这个行为方面 他有选择权 我可以选择不服这个恶气 请求撤销 我也可以选择忍气通声 算了 他便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说可撤销里面 他是针对一个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去请求司法机构介入 要么请求人民法律 或者是请求仲裁机构 由法律或者仲裁机构 来依法做出撤销 他才会产生 无效的法律后果 所以呢 他本性是一个有效的 您呢 可以把它干掉 通过法律 通过仲裁机构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说小王十岁小屁孩 不学好 得一百块钱去夜店 不和不去新华书店 花一百块钱买毒品给要死 是不是 毒品能买吗 能碰吗 买卖毒品的话 那我告诉你 彻头彻尾的是一个什么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因为一个交易的行为 违法了法律行政法律 强制性的规定 禁止买卖毒品 你们别看 花钱 一百块钱不多 你也别看 他自个儿不学好 确实 想买毒品 意思表示真实 但是你的交易行为不合法 那么无效跟我们上面这个可撤销 差异性在什么地方 请问 无效之前升过效吗 不可能的 闲鱼翻不了身 无效是什么呢 是自使无效 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应 绝对无效 当然无效 单事人怎么办过来为有效吗 不可能的 还需要法律准裁机构介入吗 不需要 绝对无效 但是可撤销是什么 本性为有效 您可以通过法律准裁机构把它干掉 使之成为无效 所以这两者呢 是有差异性的 好 您再来看我们最后一个实例 还是我们十周岁的小王 哎 直到我们千科这个开发商 看中的一套房子 啊 花五百万跟千科这个开发商签一个 三品房买卖 首先 这小王呢 有这样一个投资眼光 买卖房屋本身也合法 意思表示真实 但是十周岁的小屁孩 能签五百万 这样一个巨额金额的交易吗 不能 你超出我们年龄和智利的辨别范畴 那么这样一个图这个房屋的买卖卖 它是无效的吗 不是 是有效的吗 也不是 它是打一个问号的 何谓打一个问号呢 目前是效力带定 什么意思 将来他的王老七如果事后追认了 咱们前面也讲过了啊 效力带定着权力人的追认行为 它是一个单方面的民事法律行为 只要他第一点头 这个带定的状态就转化为有效的 反之 如果他的事后拒绝了 那我告诉你啊 带定的状态就转为什么呢 无效的 那么小孩签协议的单时 这份买卖商品盘的协议是带定的状态 事后得看我们权力人这脸色 能理解了吧 那请问 带定的跟上面无效如可撤销 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 无效不可能转化为有效 彻头彻尾的无效 而可撤销里面 它本身就是有效的 可以使之成为无效 通过撤销这种方式 所以您首先要通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把四个类型的基本含义搞清楚 咱们下面呢 一个一个来看 咱们先看是第一个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肖 那么生肖里面 咱们分析两个问题 第一 生肖的实质要尽 那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 通过新华书店这买卖图书 咱们强调过三个要素 第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以自然人为例的话 民事行为能力划分里面 咱们也说过有三种类型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有限制性的民事行为能力 还有无民事行为能力 但照样里面 他并不强调 必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而是强调具有相应的 怎么理解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肯定可以独立对外实施 民事行为 这是没问题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们要分情况了 刚才那十周岁的话 你看到没有 第一 如果说 所形成的民事法律行为 跟他的年龄智力相吻合的 花一百块钱买一本图书 那没问题 跟年龄 跟智商方面相适应的 那是直接有效 还需要经过他跌点头吗 不需要 但是反之 跟年龄 跟智力 不相吻合的 比如说 那个商品房买卖 五百万的 不好意思 那玩是什么呢 是效力 带定的 当然 除此之外 如果我们给这个十岁的 小玩同学 给他五百万 他给我们签一个五百万的 受证的证协议 那也是直接有效 你得听清楚了 是我们给钱给小孩 不是小孩给钱给我们 因为我们给钱给小孩 对小孩而已 三个字 是重获益 所谓重获益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伤害 反过来讲 如果小孩 把这个 五百万的钱 赠予给我们 不是说五百万 五万块钱 赠予给我们 那都不是什么呢 直接有效 都应该属于我们这儿的 效力带定的 得看他跌到脸色了 所以我们说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两种情况下 直接有效 第一跟年龄 跟智力相吻合的 第二重获益的 剩下来 超出我们年龄智力 辨别能力范围的 为效力带定的 那么无明是行为能力人 如果他独立实实的 那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无效的 行为能力太低了 缺乏我们这个辨别能力 他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这儿是强调 跟行为能力 现实应的就可以 而不是强调 必须得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 意思表示 得真实 第三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前置性规 不违背我们 官序 连俗 满足这三个药剂 才满足我们的 生肖的实质药剂 那么这个表里面 就是我们刚刚 跟朋友们分析的 作为这个法人而已 其行为能力呢 跟我们这个登记时的经营范围有关系 法人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里 从事民事行为 那问题是 如果超经营范围 所从事的民事行为 是不是一概为无效呢 也不是 原则上照样为有效的 除非是什么呢 超经营范围 这个经营范围 输入我们国家禁止性的 国家特许的 还有国家限制性的经营范围 否则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为由 确认 好想无效 这是我们讲 关注他的实质要件里面 三个要素 好 第二个方面是生肖的形式要件 那么民事法律行为的话 可以采论我们书面形式 这个书面里面既包括我们纸质的 还包括我们送具电文这种形式 口图形式 以及其他形式 比如说推定形式 沉默形式 这个推定的形式 一般对于行为方式 默认 你比如说 在超市里面购物的话 你如果像售货人 交付了钱款 那我们就推定什么呢 行为人 他具有购买物品的意思 你想买 那么沉默的行为的话 咱们前面讲过了 只有在三准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第一 法律有民文规定的 第二 单事人有一定的 还有符合我们单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 这是形式要件里面 可以是书面的 口图 或者其他形式 当然如果法律 行政法规要求 以书面形式 那我们就应当要采入我们的书面形式 您比如说 我们在第四章里面会讲到 典型的有民合成 比如说 人之州令合成 那法律名文强调 应该以书面形式定义 保证合成里面 法律名文要求 以书面形式定义的 就应当采入书面形式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说小凡年满十周岁 精神健康 智力正常 这个十周岁的小孩啊 如果说他出现了精神障碍 而且这个障碍是什么呢 不能辨别自己的行为的 所谓不能辨别 就是指完全不能辨别 那我告诉你 在行为能力方面 他就要降格处理了 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 咱们知道里面 是智力正常 精神健康 那十周岁 他是我们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那我们按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处理 说在学校旁边的文具店里面 买一块橡皮 就两块钱 十四小孩花两块钱 跟年龄 跟智力辨别是相适应的 是说我们直接有效的 还需要经过他爹去点头吗 不需要 所以我们首先要判定 行为能力呢 是限制 而并非无 其次 这个交易行为是直接有效 而谈不上得经过法定监护人 代理人追认之后 范围有效 所以应当是选C选项 好 我们来看第二类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无效里面呢 咱们刚才通过这些小事例 给我们分析了啊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有三大特点 第一自始无效 曾行为一开始就没有法律的约束力 第二 当然无效 当然无效是强调 不论当事人是否主张 是否知情 也不论是否经过了我们人民法律 准裁机构的确认 这个行为干嘛 就是无效的 绝对无效 是强调当事人没有办法 把他扳认过来为有效的 所以 就是我们常讲的 咸鱼翻不了身 彻头彻尾的无效 那么无效里面情形呢 你就想着 除有效之外的话 无效可撤销 还有效力 带定 肯定在某一方面 或多或少 存在瑕疵 但这三类里面有瑕疵的话 最严重的 应该是我们这 无效的 那么情形里面 这四条 你根本不需要背它 我们就想着 刚才我们强调 有效里面 是不是应该要去被三个要件啊 第一个是什么呢 行为能力方面应该是先硬的 对吧 第二个意思表示方面 那是不是什么 强调 真实的 第三个 在合法性方面 是不是强调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律 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我们 官序联俗 所以我们强调合法 那我告诉你啊 无效的情形 那一定是有印删 是严重的瑕疵 才会导致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为无效的 那我就问你 行为能力这一块里面 你就告诉我 行为能力就自然而言 最差的是谁呀 对呀 最差的无非是什么呢 无明是行为能力人呗 所以 无效里面第一种情形 那就是 无明是行为能力人 你独立实施的 民是行为 他就是什么呢 无效的 不要背 好 意思表示 真实 反面是什么呢 意思表示 不真实 老师 刚才您强调那个 黑书店 背是胁迫吗 意思表示背是 不真实吗 我就问你啊 胁迫照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黑书店的老板 他意思表示真实 他就想让你去买一本书 您是被迫的 所以 他属可撤销 那我就问你 意思表示 如果不真实 最严重的 是什么情形 那不是一方 那两方单事人 就是行为人 和相对人 你们俩意思表示 均不真实 所谓均不真实 都是为虚假的 意思表示 老师 还有这样一段情形吗 有啊 您这两年 看这些八卦里面 今天看到 有些明星 是不是啊 明明这个报酬 是一个亿 签协议呢 签三千万 这便是一个阴阳 典型的 行为人 和对方 他们俩都是心知肚明的 都是当什么的 报酬是一个亿 签协议呢 签一千万 干嘛 逃税呗 偷税呗 你说是不是 这边是什么呢 是 无效的 所以无效里面 一定是什么呢 有印伤 性质 瑕疵 最为恶劣 两方单事人 依此表示 均不真实 好 合法性的 反面是什么 反面是 不合法呗 那么不合法里面 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 恶意 创通 恶意 创通 损害他人的 合法利益 就是行为人 和相对人 他们俩干嘛 穿一条裤子 来坑对方 损害对方 这合法利益 这种行为是什么 是不合法的 而且是 现在既为恶劣 两个人合谋 做一个人 忒恶劣了 其次是什么呢 违背了我们 强制性规定 违反了我们 宽序联俗的 是不是啊 所以您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这四条 第一个 无行为能力人 独立所实施的 第二个 行为人和相对人 虚假意思表示 他们俩 都是什么呢 心知斗鸣的 做坏事 恶意 创通 损害他人的 合法利益 这个恶意 创通的行为 就是一个 不合法的行为 你损害了他人 合法的权益 第四个 违反了 强制性规定 和违背了 我们宽序联俗的 所谓违背 宽序联俗 比如说 包衍协议 那肯定是一个 无效的协议 那这里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民法典里面还说 并非所有的 违反 强制性规定的 都是一个 无效的 因为 强制性的 规定的话 在我们国家 分为连准类型 一准是 效力型的 一准是 管理性 只有违反了 效力性的 强制性规定 那才是 无效的 以刚才这个 买卖毒品 它便是 无效的 但是 如果违反了 管理性的 强制性规定 它并不 无效 而是有 对应的 惩罚措施 比如说 我们后面会讲到 第六章 公司法里面 董事高管 应该要尽到 尊臣跟勤勉义务 所谓尊臣 就不能吃里扒外 所以 公司法里面 要求呢 除非经过了 古增会 古增大会 同意 否则 董事高管 不得从事 敬业经营 所谓敬业 就是我们 同业经营 那如果董事高管 违背了我们 这一条 法律的 强制性 他告诉您 所得的 收益 归公司 你白忙活了 但是 并没有强调 这个同业经营 行为 是无效 而是对我们违反 这一条里面 董事和高管 有惩罚性的措施 您在外面 所干的 同意的 经营的 收入的 归 这家公司 所有 所以我们说 并非违反 法律 行为 一律都是 无效 这是我们讲 无效的 四准情形 的理解 好 我们下面来看 几个例题 先看第一题 这一题是白省风上的 甲献乙兜售毒品 虽然提供了 真实的毒品 作为宴品 但实际交付 是面粉 这玩意干嘛 是甲在挽救 我们乙药里面的人生 对吧 给你面粉吗 没人给你毒品 给你毒品的话 你卸菜了 这些问题 光这个民事法律 行为效率表里面 正确的是 那肯定是什么 无效呗 毒品买卖 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也有一些同学 质疑 老师 我买毒品啊 对方干嘛 给我的是面粉啊 您后面会讲到 可撤销里面 有一论情形是什么呢 是欺诈 一番单身 欺诈的 这种行为 使对方 违背真实 一心的情况下 说受欺诈法 有权力 请求法院撤销 这让里面 我买毒品 他给我们面粉 他不是骗我吗 那不是欺诈吗 我想问你啊 你说出来的买毒品 这么你的气壮 你的自信神哪来的 我就问你 老师我买毒品啊 做死吧你孩子 能买吗 不能买啊 本在狡辩呢 无人质疑 这是一个无效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说下呢 关于无效的民事行为 特征的表征 正确的有三句话 自是无效 当然无效 绝对无效 第一 不能通过单式的行为 进行补证 是的啊 这叫绝对无效 搬不过来的 正确 B 其无效需要以单式人 主扎为前提 错 他是当然无效 跟您是否主扎 没关系 彻头彻尾的无效 曾行为开始起 就没有法律约束律 是的 自是无效 其无效需通过 人民法律 或者仲宅机构去认 错 人家是当然无效 跟这些机构 一半毛钱关系 你们是否确认的话 他本身都是无效的 所以应当是选A跟C 好 我们来看第三种类型 是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可撤销跟无效里面呢 他们两者 虽然都有瑕疵 但是有差异性 很明显 可撤销这儿里面瑕疵 他不及我们无效的瑕疵 这么严重 他主要是体现在 意思表示方面不真实 那么我们先把这两类 民事法律行为 做一个对比 两者的差异性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从这个行为的性质本身 两者不应验 可撤销 这个行为 在撤销之前 人家本性是有效的 是生效的 而无效 咱们讲过 自始无效 当然无效 第二个 在主战权力的主体方面 是不同的 可撤销 可这个字言外之意 民不告 官不理 对吧 你儿子被别人欺负了 作为爹 这个权力人 你如果说选择忍气通声 法律院不会主动的 来干预介入的 所以他需要我们撤销 全人主动的到法律院那 请求撤销 法律院不主动介入 但是无效的话 法律在审判案件里面 可以主动的宣告其无效 所以这两种行为 对法律而言 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 行为效果不一样 可撤销里面 还是盯住关键字 可 当事人他有选择权 他请求法院撤销 一旦被撤销 结局是什么呢 自是无效 不是曾被撤销之起无效 一旦被法院干掉 从行为一开始 便是无效 产生跟我们无效 同样的法律后果 反之 如果我不去请求法院 这介入撤销 人家本来是一个有效的 但是无效照里面 当事人能够采取一些方式 来补证吗 不可能的 他绝对有无效 嫌疑翻不了身 第四个差异呢 表现在 行使的时间要求方面 不一样 撤销权行使呢 他是有时间的限制 你超过这个时间 您的撤销权 权力本身就消灭了 您事后想请求撤销 法律就不会受理了 所以我们说 你是否请求撤销 法律不管 您有自由的选择权 但是你请求法院 这撤销 法院会介入我们 这撤销权 是否在法定的时间限制内 他要调查 那撤销权行使 有没有过期 过期 他就不受理 这个撤销权申请 这两个概念啊 是否请求撤销 法律不管 你请求了撤销 是否在期限内 法律会介入 而无效照里面 有时间限制吗 说过了八百年 变为有效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过八百年 还是无效的 好我们看第二个 关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准类 他的情形 表现为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里面 都是在意思表示方面 有瑕疵 不真实 第一个是什么呢 准大误解 准大误解啊 他给了我们什么呢 救济的权力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准裁机构呢 介入撤销 请问一般的误解 有这样一个撤销权行使吗 没有 那什么叫准大误解 所谓准大误解 误解所导致 让我们一番当时 有较大的损失 怎么理解这个较大的损失 咱们还是举这么两个势力 第一个 你误以为 周筑牌洗粉 是凋牌洗粉 第二个 你误以为 也是谈的 请问这两个误解 谁是准大误解 无论之一 哪种误解 导致我们的损失较大 那肯定是第一个 而非第二个 为什么呢 这两个都是洗粉 是品牌不一样而已 但这两个 他本身干嘛 差异太大了 长得比较像而已 明白了吧 好 这是第一个 准大误解 第二个 受胁迫而为的 刚才那个黑书店照里面就是的 那么胁迫的主体可以是 单是人一番 也可以是第三人 甭管我们是黑社会老大 还是我们黑社会老大下面的马仔 第三番 胁迫多半是涉黑的 受胁迫 都有权力请求人民法律 或者准裁机构予以撤销 那所谓的胁迫是什么呢 是以公民 或者近亲属肢 生命健康 民运人物财产 或者法人照里面 民运人物财产 等 损害来邀请 迫使对方 做出违背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 但是我们来看 欺诈照里面而为的 他既可以是单是人一番 以欺诈手段 也可以是第三人实施欺诈 在要求方面 跟受胁迫 有点差异 我们把这个受欺诈里面 给同学们举一个示例 重点同学们要分析 第三番实施的欺诈 他有一个主观一头的要求 对方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该欺诈行为的受害人 你才有权力请求撤销 如何难理解 您听 说假照里面 有一花瓶 这个花瓶呢 是昨天干干烧制的 做旧了 假说 这是古的 原青花的 哦 来骗我们 以 假还特地呢 找专家秉 对此呢 发表鉴定意见 专家秉呢 在背后收钱了 你懂得吧 说没问题 是原青花 可真的 好 那么以呢 他不知情 闷在鼓里面 哦 把这花瓶呢 又倒出给我们丁 跟丁说啊 是真正的原青花的 可好了 以呢 找我们秉这个专家 来说服我们丁 秉专家肯定说 没问题 是真实的 你看啊 在第二个买卖里面 第三人专家丙 对我们丁 他实施了欺诈吧 丁 一听那专家说是真的 他花钱 才以这儿买了 他说我想问你啊 以这孩子层出到尾 他是否知晓 这个原青花 是昨天干干烧好的 他不晓得 明白了吧 那请问第二个买卖里面 以丁之间 这份买卖协议 受害人丁 他是否有权利 请求法院来撤销 不可以 为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对一方 当事人以 他不知道 而这份买卖协议 是在谁和谁之间 他在以和丁之间 从事的买卖协议 人家乙对我们丁 他没有实施欺诈 对吧 欺诈 主观上一定是 故意而为之 当然乙呢 他不晓得 他并没有骗丁 他以为是真的 谁在骗呢 第三人在骗 反过来讲 第一个案例当中 第三人实施了欺诈 对方当事人 假 他是明知的 你看 知道 硬然知道 所以以照里面呢 他事后得知 就可以请求法院撤销 明白吧 哦 您再看我们 第二轮情形 第三人 以胁迫的手段 受胁迫方 有权利 请求撤销 这里面还强调 对方 知道 或者应当 知道该 胁迫行为 这个要件吗 他不强调 他老师 为什么胁迫 知道里面 甭管是我们 对方 还是第三人 以胁迫 受胁迫方 均有权利 不看我们 对方 在主观 意图方面 是否是明知的 因为胁迫呢 是设黑 就我刚刚讲的 甭管是黑社会老大 胁迫吗 还是他下面的马仔 第三人胁迫我们 那玩意是射黑 我们不考虑什么呢 主观意图 只要是胁迫 受胁迫方 就有权利 请求撤销 但欺诈这方面 你得盯住 第三人 实施欺诈 我们强调 对方 得是知情的 受其他方 才有权利 请求撤销 好 听完二合三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二合三照里面 撤销权的行使 人家限定为 是谁呀 受害人 实施欺诈这一般 你有权利 请求撤销吗 实施胁迫这一般 你有权利 请求撤销吗 没有 论词是什么呢 受胁迫方 受欺诈方 得是受害人 咱们2017年 考案例分析题 就是我们实施欺诈的 这一番 他来跑法院 请求撤销 不好意思 他没这个权利 是受害人这一番 才有这个权利 好 第四顿情形是什么呢 是显示公平的 民事法律行为 什么叫显示公平 显示公平 相对于我们 有视公平 这个名词而已 咱们说 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 公平可业 公平 他不是绝对性的 对吧 人生下来 就是什么呢 不平等的 比如说 老师我 生下来 他就是农民的儿子 王思聪生下来 他就是富二代 对吧 所以 公平是什么呢 是相对而已 那么 法律给我们 救济的情形 能给我们 请求法院 来介入撤销 一定是过分的 什么叫过分啊 显示 而不是有视 那请问 去年的房子 卖给您是100万 今年房屋 掉价了 只有50万了 你来一句 说去年我买亏了 我多花了50万 我们俩交易干嘛 显示公平 那是显示公平吗 不对 为什么呢 去年那个时候 房价就是100万 所以显示公平呢 我们还要看时间底 是强调 在行为成立这个时间底 双方的权力跟义务 是不是 对等的 还是显示公平的 你成立之后的话 因为情势变更 导致我们 权力跟义务出现 显示公平 这不是我们这儿的情形 所以显示公平 我们要抓住什么呢 行为的成立的时间底 来判断 好 我们看第三个方面 是撤销权的行使 那么这块内容的核心的话 是关于我们撤销权行使的时间 有受刺 咱们需要记忆的 这块支点怎么来理解呢 咱们举一个事例 您听 说贾呢 以欺诈的方式 跟义务里面 做一个买卖 以在不知情情况下 跟贾签一份买卖货物的协议 第一个 这份买卖协议呢 是2022年1月1号 就成立了 签署了 说以仗里面 事后得知自己被骗了 4月1号 得知 自己被骗了 好 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欺诈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里面 谁有资格 请求法律来撤销 已有资格 假 实施犯 没资格 只有受害人这一番 那么第二个 撤销权行使 他直接吞之假 能否产生撤销的法律后果 不能 他得通过什么 通过法律 或者通过准裁机构 你自己通知不行 对吧 那么第三个问题 他通过法律 通过准裁机构 行使撤销权 请问 行使撤销权 他要不要经过对方假 同意 要不要 不需要 咱们前面讲过 撤销权的行使 它是一个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所谓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呢 就是不需要看对方脸色 我依法主张就可以 所以撤销权呢 我们也叫形成权 言外之一 无需经过对方假同意 就可以依法请求法律来撤销 那我们前面讲过 撤销权行使 他有时间要求 法律可不得你一辈子 您要想行使撤销权的话 那 你 应当在 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知识 本案里面体现为4月1号 从这开始 已经当在一年内 来主张 你超过一年的话 您的撤销权就消灭 一年之后 您再来主张 法律院就不受理了 这是 关于这个 撤销权行使的期限 这个期限里面呢 有几个特殊情形 第一个 如果是 准大误解的 你就想到 准大误解 那受损害法误解这一番 他要请求法律来撤销 你自己 小眼睛不聚观 你看走眼了 看错了 其过错 主要在自己这一番 所以立法者要照顾我们相对人的利益 你要请求撤销 趁早 别磨蹭 所以准大误解里面 他没给我们一年 只给我们九十天 这个九十天里面 还是从我们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这要是有知识 第二个特殊 第二个特殊是什么呢 胁迫 胁迫这玩意是射黑的 立法者怕我们受胁迫方请求撤销之时 心里存在顾虑 那哥们是黑社会老大 如果这哥们干嘛 没有被司法机关收拾的话 你要去请求撤销 呵呵 胁迫又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胁迫这种情形 受害人的话 他强调啊 曾胁迫行为尊止之起 一年内 所谓胁迫尊止的话 白话简直 哎 那哥们干嘛 被官检法机关给收拾了 哎 没有胁迫了 这样我们受害人去请求撤销 心里就没有顾虑 打这开始 一年内 我们就请求撤销 而并非曾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受胁迫之时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个五年的时间 这个五年 跟我们这一年 或者九十天 它起算点不一样 五年是从我们 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之时起 本案里面表现为这个 欺诈而为的买卖协议 成立之时起 一月一号 那么五年和一年 两者是什么关系 两者是一个包含性的关系 言外之一 这个五年属于我们 最长的一个时间 你一年不能超过这五年 我们把这一年跟五年 再画一个图示 把两者关系 给朋友们讲清楚 您听着啊 这是我们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之时起 这是我们五年 这儿里面截止日 好 这儿里面是我们 知道的时间 如果这儿里面 您得知的话 给我们一年时间 没问题 一年截止日 到这儿里面截止 这是低准情形 正常的 这一年截止 也没超过五年 好 第二个问题 在五年快结束的之前 比如说还有三个月 五年就要结束了 这三个月里面 他得知了 这里面得知 如果我们按照正常 往后手一年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就超过了五年时间 那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撤销权行使 不给您算到满一年时 而只给您算到满五年 这个时间点 明白了吧 这是第二种情形 老师 我五年之后 这儿才得知 那我只能安慰您一句话 哥 洗洗睡吧 为什么呢 过了五年 撤销权就消灭了 对吧 你这儿里面才得知 你还有机会去撤销吗 没机会了 没有机会去撤销 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有效的 您得受着 好 这是我们讲 撤销权行使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条文 第一个 在性质上是形成权 无需对方同意 第二个 撤销权行在主体的话 欺诈 胁迫里面的只有受损害方 他才有权力去撤销 而实施做坏事这一番 无权力 在时间照里面呢 有一年 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尊大误解的是九日天 胁迫的 自胁迫行为 遵旨之之起 一年 然后五年呢 曾 行为 发生之起五年 那么照你们为注明呢 除施期间 这个概念呢 您先放这 咱们待会后面 讲到第三单元 讲法院打官司 做事实效里面 就把它跟这个概念 做对比 哦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题 先看第一题 说假准备以低价 购买以照 收藏了一幅股画 以不同意 假声称 如果你不卖画的话 我要公布你的不雅视频 那还表明什么呢 以也不是什么好聊 以被迫 这一破题目 走光了 不是不雅视频走光啊 是什么呢 是被迫两个字走光了 被迫什么 胁迫呗 胁迫而为的话 那肯定是什么 是可撤销的呗 选帝 好 我们看第二题 说下来 关于我们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在表明正确的是 哎 行为在撤销之前 已经生效 是不是啊 是的啊 他本性是有效的 您可以把它干掉 撤销行使 可以由司法机关 主动行使 不对 可这个字 民不告 官不理 错了 所以撤销行使 不受时间限制 错了 有时间限制啊 第一 被撤销行为 在撤销之前的 效率不受影响 我们说 一经法院撤销 结局是什么呢 是自始无效 而并非自法院撤销时 无效 它具有往前硕迹力 会使之前有效的 因法院撤销 而变为无效的 所以 在撤销之前的效率 它受不受影响呢 受影响 一旦被撤销 结局是什么呢 自始无效 所以D 是错的 那这些呢 就应该什么 选我们的 A选项 好 我们来看第三题 这是21年可多选题 属于我们可撤销的 可能是 可能有 就考我们 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准类 因欺诈而定立的 准大误解的 受胁迫的 但C选项里面 因虚假表示 什么叫虚假表示啊 行为人和相对人 双方意思表示 均不真实 那可不是一方的 意思表示不真实 所以他知道里面 明显干嘛 有硬伤 性质恶劣 这是一个无效的 把C排除 答案是什么呢 选ABD三项 好 我们这一讲呢 给朋友们讲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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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